那另外还有一题也是关于会计问题 我们一并来请我们的这个 唐会计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他讲说他卖掉一套 2014年买的出租房 那这个总共是 60万 那Capital Game总共是赚了2万 20万 他卖60万但是赚了20万 那现在他想要用这笔钱呢 去买一个70万左右的房子 那自己拿来住 他想问说这样子的Capital Game 20万可以不用缴税吗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来 延税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的会计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这个是不是卖掉出租房 想要把赚到的钱换成自住房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玩法呢 跟一般的1031有不一样吗 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因为他的目的是 那要出租房来买自住房的话 那20万是没有办法免税的 是需要当下就来支付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 对因为像您刚刚听到的1031 这个置换的话 是需要同样的 OK对不起收讯不太清楚了 所以一定要同一类型的 卖自住房买自住房才可以抵 那出租房的话你要完全抵掉的话 那你就要去买一个出租房这样才可以了 对对因为1031还有他的45天的一些设定 但是一定购买的话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没有办法用来自己住的对 哇好的好的 这是很好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又学到了 所以一定要同一类型的你才有办法扣底 要不然的话呢 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延税的方法 其实没有办法了嘛 因为你已经卖掉了 然后你又没有要把这个钱拿去买出租的 那就只有缴税了耶 对因为可能这个客户 他已经可能已经过去了嘛 但是如果接下来有其他朋友 他有这种想法的话 可以先把出租房转换为自住房 比如说在里面住半年或者是一年 先把它转换为自住房 然后这样再卖出去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收益是可以靠用那个 自住房的那个 那个50万的那个免税额的 对就看你住多久了 比如说之前是不是有什么 五年之内要住满两年之类的 就是一定要看这个情况 所以看他自己现在这样子 只能赶快让会计师帮你做一下计算了 所以他如果先买成出租房 然后后来发现都租不出去 租不出去 后来又变成自己住 这样子也可以吗 对可以 因为因为一般来说就是 有相当于当度假房嘛 如果我们可以在视表上反映出来 是个度假房的话 因为其实可以 融税许是可以允许有两套房产 是在名下作为自己自住的 一套是可能经常住的收邮件啊 另外一套是可以当作度假房来作为 然后在卖的时候也是可以 作为自住这样来处理的 好的好的 这税务真的要规划 当时如果有规划的话 可能省很多钱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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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